好,那我們上禮拜已經講過第七章的前面一部分 是高階語言,然後主要講的是語法的部分 那稍微複習一下,上禮拜我們有直接給各位看一些程式 然後可以說用C語言怎樣來寫一個運算式的編譯器 那偏向於用地微下降的剖析方式 所以上禮拜我們主要已經講到了七點二的語法語論 那語意和磁型環境好像比較還沒講 我們最後七點還沒講 好,那我們稍微恢復一下記憶 編譯器,這是我們這兩張重點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磁意氣 那兩個方式都需要做語法轉換 好,那這是一些程式語言的圖形 然後磁法理論 我們上禮拜最後有強調regulate equation 我們用note.js和javaspeed來實作 這個語法理論主要講的是生存規程 或者是DMF,Facus Norvo 好,那這是一些上禮拜講過的範例 那你設計預法的時候要小心不要有奇異性 如果有奇異性的話會有嚴重 好,那你要設計出無奇異性的綠法 好,那這邊算是如果有優先程序的話 基本上就不太會奇異性 好,那要避免左遞毀 因為左遞毀的話,如果你沒有處理會當機的 所以可以改成DMF 但是如果你直接用DMF去做一些條件判斷也可以 好,那我們上禮拜最後講那些 我們所使用的預法符號 其中像用括號括起來代表那些資源的集合 那有加星號代表重複零次以上 然後有加加號代表重複零次以上 加問號代表重複零次或零次 這些都是正規表達式的語法 好,那上禮拜大概都講到這部分 那這禮拜開始我們要來看的是語意論 有了語法之後其實你的程序是不能存行的 就算你把它全部剖析完也是沒有用 那你必須要有一些語意 就是這些語法是什麼意思 把這些意思解讀出來 解讀的過程如果是用直譯的 那其實就是在執行的 如果是用編譯的 那其實還要再轉換另外一組序列 那組序列可能是目的碼、機器碼 或者是中間碼之類的 然後再執行 那目前我們所使用的程式語言 其實都主要是從elgo這個語言 衍生出來的 那它有用if、for、wire 那當初portran其實就有一些這種概念 但是沒有完整的for、wire這種概念 那現在的語言像 第四種是運算,什麼加什麼乘以什麼之類的 那第三種是順序,就是用分號合開 或者是前面一個執行完執行後面的尋序 第四種是分枝容,就是else或switch,x這種東西 那第五種是迴圈,就像all or white這些迴圈 第六種是函數 那基本上結構化程式語言,有這六種大致上就差不多夠 那物件導向語言呢,會再加上一層物件 那結構化程式語言的構造方式大致上 你可以看到指定結構等於,變算結構,加成,群序結構 然後,群序結構像這個b等a,a等b,b等t 這個是常用來做變數交換的一個很短的三個指令層次 那這個就是群序結構的一個例子 那分枝結構就是有群序,像那群序,a等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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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等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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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了這些語言,你確定下來之後呢,你就要有個磁型環境 這些磁型環境呢,就是它基本上已經可以磁型 這些磁型環境呢,就是它基本上已經可以磁型 這些語言被編譯王的結果,或者是這些語言解譯的那個基礎 那這個磁型環境包含直譯式,這是第一種 那另外一種是編譯式,這是第二種 那直譯式的我們這一張b7章都會看,待會就看到 編譯式的用到第八章,就是下一章 那直譯式的呢,是用直譯器直接把高階元的語法術拿來執行 那編譯式的呢,是必須要把它轉換成目的欄 或機器碼,或者是虛擬器的網才可以執行 那這是兩種不同的執行環境 那我們現在看,怎麼樣透過直譯器來執行 那透過直譯器來執行的時候 其實就是當你看到這樣的語法的時候 你就要做遂應的動作 舉個例子,當你看到指徑 像ID等ESP,ID是一個變數名稱 那我們就會把ESP的結果 運算取得結果之後呢 把結果放到圖號表的ID變數裡面 那你只要在程式裡面做這個動作 指定結構就做完 接下來運算結構呢 就是加減成組這種東西 那你就是根據它的優先順序 然後在樹狀結構裡面 最下面的開始先執行 上面的後執行 這樣的結果最後一層一層往上算就可以了 一個Base List等於一層的Base 那其實就是Base 1,Base 2 一直到Base n 那你的執行方式就是Base 1執行完之後執行Base 2 Base 2執行完之後執行Base 3 一直執行到Base n 這是循序結構 那分枝結構呢 就是要檢查條件詞 如果條件詞是真的 那就執行第一個Base 否則的話就執行Ls裡面那個Base 那就是分枝結構 那接下來 迴圈結構 YL比較簡單 YL如果條件是真的時候 就執行Base 否則的話呢 就跳出來 那函數結構呢 你會把ARGS裡面的參數呢 取代成真正的參數 然後去執行 這是函數結構的真正 那所以一個執行其實就是去做這些動作 做這些語役動作的一個程式 那所以像磁力氣通道 我們有一個ROP函數 然後呢 如果是Assign指定的話呢 那我們就做指定的動作 如果是運算式 我們就把運算式取圖來做 加減成除 那如果是循序的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執行 如果是異符的話 那我們就先判斷條件 那如果條件是傳為True的話 那我們就執行第一個 如果條件是傳為Force 我們就執行else 後面那個 如果是YL這種回線結構呢 那我們就執行條件 看看是不是True 如果是True就執行Base 下次又True又執行Base 如果是函數不孝呢 那就先把那個函數的內容取出來 那個節點取出來 然後呢 把參數 參數取代掉 然後呢 開始去執行 那這個大陸上 後這一個函數 就是在做參數取代的動作 但是參數取代有好幾種方式 一種是傳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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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是傳名 傳職就是把職負自己的成為 傳職就是傳遞位置 像C元的指標這樣 那傳名呢 就是用那個名稱直接把它取代掉 就像聚集 聚集基本上就是一種傳名的方形 那最後看一下C元的語法 那C元的語法其實是相對複雜的 C元的語法 語法的那個BNF還蠻殘的 我記得比較短的 像有一個常在遊戲裡面使用的語言 叫LUA 它的語法就很短 那 加密的語法其實也算不短 就是 就是實用的語言 其實語法通常不會真的很短 那 刻意設計的很短 都是小型的語言 那C元的語法 大致上當然也有這些結構 那 C元的執行環境 基本上就是 大致上可以分成幾個區段 程式段 資料段 未出實話的資料段 還有 使用方教去存取參數 和區域面數 這種是堆疊段 那另外還有一個堆積段 是你用Malloc 這種函數的時候 需要用 那 C元的語法和語意 基本單元 像變數名稱 常數 這些都是基本單元 但是函數不加 那 指定結構 加A等於3乘X 這是指定的 運算結構 像A等於3加B5 這是運算結構 那學習結構 那學習結構 I等於1 然後S等於3 1等於A等於B 等於B等於B等於B 那學習結構 分析結構 像 IfA大B S等於A L S等於B 把分析結構的例子 和I等於0 那一小時 要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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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圈結構 或圈 藍式結構 Mass-Sy C的Mass-A-B 那 C語言的真實的語言法 在他語言法的規範裡面 就有 Space-ESP 那後製算式 基本上就是這些基本單元 它不是一個算式 那 接下來有基本算式 Primary,這也是基本單元 只是他有用了兩層的 單元去 封裝這個 接著來指定結構 C語言主要是 Assign-ESP 製作中端項目 去包含這樣的 一個 一顆 VAR 就是那個 A Assign-OD 重複幾次,因為 C語言其實可以寫 A等於1不等於0 或A等於S不等於Y 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包含條件式的東西 那接下來 你把結構 你把運算結構 運算就是乘加這個運算 那這邊就有例子 Active ESP 像在這裡 Add ESP 然後 A的ESP加MULTESP A的ESP MULTESP 這裡寫不太一樣 A的ESP等於MULESP A的OP MULESP 信號 信號就是指 重複0次以上 所以它的語法跟這上面的意思不一樣 那接下來巡句結構 就是這樣 所以巡訊結構其實簡單就是 如果用 PBNF SEQESP Assign ESP SEQOP Assign ESP 重複指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分號 那分枝結構 像這個 if A大於B S等於A Ls等於B 或Switch 那這是 那就是if Switch SEL Statement 就是選擇結構 那又有if 類型的 IbSwitch 後面當然 這每一個都還可以繼續往下拆 好 迴旋結構 Why Do why I fall 所以 Why Do why I fall 函數結構 就是 這個 Function 第一頁目 這是它的函數結構 主要 被送在下面 然後呢 就變成 宣告 宣告就像 Static DeclList DeclList 大概 DeclList 大概就值得 DeclList 就是這個 宣告 內部的宣告 放在 參數的宣告 但是這個 是 是 以內部的方式 那 複合結構 就是 後面的這個大括號 DeclList 又變成 Pointer DeclList 那這個 Pointer 是指標 就是前面這裡可能會有指標 DeclList 就是裡面 所以DeclList 有可能是 ID 或者是 QR號 DeclList 那這些 像這樣 有東西 好 那函數 的 結構的範例 這裡一個例子是 這個Function 上面 Decl State DeclList DeclList Compound State 那拆開來 你會發現 以這個例子的例子的話 Decl 就是State Spec 就是這個 INT DeclList 就是這個 FN DeclList 就是這個 INT 然後呢 Tompound State 大括號裡面 C元的 比法比較複雜 所以這裡其實 大致看過就可以 接下來我們來看的是 C元的執行環境 通常必須用編譯的方式 然後把城市編譯能機器 才可以執行 但是 各位要注意的是 這不一定是 絕對要 我們甚至也可以把C元拿來檢疫 只要你選一個C元檢疫器就可以了 但是 很少人這樣做 因為 這樣做 會讓速度變得很慢 讓C元的價值完全摧穩 所以 沒有什麼樣 太大的好處 好 那 C元通常 他 編譯完之後的目標 是特定CPU的機器 舉個例子喔 你用GCC編譯 如果你是用 X86的GCC 那編譯出來就是 X86的機器 如果你是用 UMP的GCC 那編譯出來就是 UMP的機器 用MIPS的 GCC就編譯出來 就是MIPS的機器 所以 他不會是 怎麼講 就是說 他都是固定 那個 特定平台的機器 但是如果你是用Java 你用Java CG編譯的時候 其實他編譯出來不是 特定機器的機器 Java 編譯出來是一個虛擬的機器 叫做 叫做 BiCo 那個BiCo是跨平台 為什麼他可以跨平台 因為 他背後還需要一個解憶器 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有一個虛擬機 叫 叫JVM Java or Churnal Shift 可以做這種 這種 最後那個 跨平台機器碼其實是一種中間碼 在做那個中間碼的機器 OK 所以 誰會比較快呢 Java還是C-Wave 比較快 通常 通常是因為比較快 因為他直接編譯成 CPU可以執行 Java是編譯成 CPU還不能執行 還透過一層解憶 但是 Java為什麼 其實他也蠻快 因為 他的解憶的時候其實又在做一次編譯 就是編譯成 真正的機器 所以他其實也很快 那現在這種 編譯成中間碼之後再編譯成機器 再利用 利用一層的層次 專門去編譯成機器碼 而且執行速度很快的 東西 已經越來越多了 在之前我們大概只看到 像Java這樣的語言 這樣做 但是現在像 越來越多的語言 也這樣做 像最近有一 上禮拜我給各位用的那個Nord.js 就是這樣 他是Google Google發展出來的一個 一個環境 他可以把JavaSuite的 立即 編譯成 編譯成 你特定平台的機器碼 然後去執行 就把 JavaSuite編譯成那個 X86的機器碼 直接執行 所以Nord.js 這種 雖然是解一式的語言 但是他最後弄成 幾乎是 立即變一式的環境 所以他非常壞 那這部分 大概台灣 幾乎沒有人 有辦法做這個東西 應該不是說沒有辦法 而是說 我們的工業 基本上 沒有任何一家公司 擅長你做這種東西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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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這種東西大概都只有美國在發展 那其他的國家其實很少 國家會切進這個領域 還有開放電磁碼的也在發展 其他的也少 那以像這種編譯器而言 台灣我知道的大概只有兩家有在發展編譯器 但是他們不是發展全部 只是發展部分 一家是 劉巴科 劉巴科有在發展編譯器 因為他們 他們 賣那個山寨機 他們需要的 編譯器 那個 雲台 才有辦法 推出他們的山寨機 那 第2家呢 其實是叫外商 叫 瑪貝爾 網威 這家是梅商 他在台灣有分工室 其他的工 從大幹就很少 看到在發展編譯器 其實一幹他有一家 他有一家叫做 我突然忘記了 那家是聯巴科 跟 行政院 合資 然後還有加了一個這樣的公司 一起去 弄出來的 叫精心 精心科技 那精心 他不是 主要不是發展編譯器 精心主要發展的是 自己的 自己的 CPU 那他因為有自己的 所以他需要修改編譯器來 支持他自己的 CPU 那大概我知道的就這幾家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 新元的編譯執行環境 那他最後 層次裡面就有三個段 層次段 資料段 BSS段 在執行的時候 他會多出兩個段 一個叫堆跌段 一個叫堆跌段 那所以 市議員執行的時候呢 會有這些 段落 程式段 資料段 BSS段 那接下來呢 下面會有一個堆跌段 堆跌段 那通常堆跌和堆跌段呢 如果在一種 比較早期的機器 可能都是 一個往下漲 一個往上漲 這樣到最後呢 如果兩個重疊的話就爆 所以千萬不能重疊 重疊就叫做堆跌 Stack Overflow 那Stack Overflow 對市議員來講是 致命性的毀滅影響 所以你所有的層次 通通都 都會掛掉 你都不知道他的行為 到底為什麼變成這樣 所以千萬不要 讓市議員造成Stack Overflow的情況 譬如說你這一塊 空間一定要分配夠 那如果你分配不夠呢 就會對點意味 還有你程式如果寫錯了 也會對點意味 那什麼時候程式寫錯呢 有些人寫那個 地位程式 地位程式寫錯了 沒有結束條件 結果就一直地位下去 就會對定意味 待會我寫一個給各位看 那 你可以看到這個 程式段資料段 和位置史化資料段 那 這裡 是堆積段 堆積段就是你用美肉 MALLC 之類的函數 去分配的時候 它會有一塊一塊的 分配空間 那如果你釋放 它有把空間 往回去 但是這樣 會造成一些 所謂的內部斷面 這個以四方區塊 那如果下次又要的 要分配空間的時候 它會從這個以四方區塊 或者是未分配區塊去找 找到適合的 然後分配給你 萬一通通都找不到呢 這個程式就掛 通通都找不到 那當然有些人會試圖去處理這種 通通都找不到的情況 但是通常都處理得不太好 第一個會浪費很多時間 所以通常都會匯報 直接匯報 這次 結束 因為找不到區塊 那 下面這邊呢 就是堆積段 堆積段是什麼時候用的呢 就是你函數呼叫的時候 用來儲存參數 儲存參數 那或者是用來儲存 反圍指標 反圍位置 這些是堆積段 水用 所以呢 堆積段是儲存 區域變數 參數和反圍點 堆積段是 以公平的空間 並在free的時候會收 那堆積和堆積的成長方向是相反 通常會相反 那 他們通常會共用同一台記憶體空間 但是 如果 從底的話 就代表 那個城市已經 完蛋 已經 幾乎是毀了 那 市議員怎麼樣去存取堆積的區域變數呢 第一個他必須要 支援地回物教 這個我也寫錯 那支援地回物教所以 他的 變數名稱不能固定 變數名稱如果在組合園裡面是固定的話 那怎麼支援地回 那是沒有辦法 所以呢 他是利用 一個堆積 然後每次 布教一層的時候 堆積就往上上一層 去做 那所以在地回物教的過程當中 他用 參數名稱和區域變數名稱 在不同的層次裡面 可能 這些名稱並沒有改變 但事實上在不同層次的地回裡面 他所使用到的變數是不同 因為他是長在不同層的堆定站面 好 那 接下來 框架 就是為了要存取這些區域變數呢 通常 市議員會用一個叫做框架 的東西 來處理 那這個框架會有一個 框架暫存器 Bland Point 那 利用這個框架暫存器來處定時 然後再去 再去存取這些變數 那CPU-0裡面我們有一個框架暫存器 是R-11 所以我們也稱R-11為F-B 那使用框架暫存區區域變數呢 他就必須要使用相對於框架暫存器R-11的定時 在進入函數之前要先設好這個R-11框架的內容 這邊有一個例子 這是具有兩層函數呼叫的C原程式 那就是主程式 第一層函數是F-1 所以呼叫進來 F-1又呼叫了F-2 所以又進來 F-2呢 最後我返回 返回的時候我回到F-1 F-1再返回 返回到MAN 那 你就會看到說OK 一開始呢 在MAN的時候 他的框架 在人器情況大概是這樣 只有一塊而已 但是呢 一旦要進F-1的時候呢 他就必須把參數推進來 返回位置 保存的框架和區域變數 都要推進來 還有參數 那這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他的堆疊在成長 堆疊在成長 那框架 再移位 OK 那 如果呢 呼叫第二層 第二層函數的時候 他又會再繼續往下成長 所以堆疊又在成長 框架又再度移位 OK 那 等到 撲叫完了 之後呢 撲叫完了之後 回去的時候呢 只有收回去 這一塊不用 那框架又回到原本的框架 追跌又回到原本的堆疊 那這裡是一個 例子 就是 指標要入主為原存取 追跌中的區域變數 那他這裡 先設定 框架再存清 TWP 然後呢 把 參數的空間分配 所以 SP 追跌在一起 去分配參數空間 保留一起 然後 在 呼叫 Mate裡面 通常會呼叫 初始化 這初始化 再 初始化 什麼 初始化 堆疊空間 初始化那些 就是 堆疊空間 然後 接下來呢 做一些 動作 之後呢 再去呼叫 再去把參數堆進去 然後呼叫的不安 那呼叫的不安 回來之後呢 再把堆疊還原 然後把方向還原 做結束的動作 那你會看到像這樣子 C元很短 是這一塊 但是組合元 卻蠻長 等到呼叫F1的時候呢 C元一樣很短 組合元都很長 那 同樣的會有前置段 主體段 結束段 前置段就是分配方向堆疊 然後呢 主體段呢 就做真正的運算 結束段呢 又是 恢復 框架和堆疊 好 那 詳細的部分呢 各位如果沒問我就不講 好 沒問了 不再講 這樣子 會比較不囉嗦 所以呢 這邊 F2也是很短 前置段 主體段 結束段 OK 好 那 前置段都是在分配方向堆疊 結束段 都是 都是 恢復方向堆疊 那因為這一段呢 他是最後 最後一個 層次 層次 所以他結束段就比較短 大概是 就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 C元進入函數 的時候 他 所謂的前置段呢 會 保存連結占層機 連結占層機是做什麼用的 是 你要返回按RET的時候 返回的時候 他才可以 把連結占層機取出來 六位給層次技術機來做辦回 那所以這時候呢 應該要 就是 你這個連結占層機 如果還有再繼續 函數還繼續呼叫 下一層函數的時候 就要把這個東西 綁定 先推到堆疊裡面 否則 第二層呼叫會把 L.R.O.擺定 第二層會不會錯 不要辦法把 正確綁定 好那第二個呢 是 保留 舊的框架占層機 FP 以便坦數可以恢復 所以他會不許的話 不許FP 可以連結在這裡 這是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接下來呢 是把框架占層機更新為堆疊的領端 所以 Move SPFP 就是 把 SPE到FP 最後呢 把分配好區域空間之後 前置 段的工作就可以完成 就是 我把 SPE 減掉 殘數空間的大型 這樣子 就分配我 那個 區域變數的空間 好 那這邊呢 當 剛剛是看進入點的時候要做的事情 現在看明開點 明開點的時候要做的事情就是 第一個 恢復堆疊 你的堆疊已經往下漲的部分 要讓他 收回去 所以把FP移到SPE 就是 把堆疊 恢復到 上一層的 方架 恢復到方架的部分 他就會收回去 他就會收回去 那第二個是 Pub FP 就是 把FP給恢復 方架戰爭機 給恢復 接下來 Pub LR 把連結戰爭機 有恢復 最後再呼叫板 因為你已經 Pub LR 所以LR已經是 已經是 你上一層的 的 LR 所以 這時候RET 就真的回回到上一層 所以呢 我們這一張看到的是 C元的 基本語法和語力 那 語法的部分 是 重點 但是語力的部分 其實 有這些 這些 結構 如果沒有這些語力的話 光有語法也是不行 那第二個我們看到的是 執行平台 那 什麼樣變異層 CPU 的機器嗎 然後目的檔裡面有什麼斷 執行的時候會什麼叫什麼斷 那這些大概期望好都是 位置重點 那這邊有一些課本的行李 可以 試著做做看 好 那我們先 第七章先看到這裡 剛好2點18分 休息一下 休息4分鐘 再繼續 發佔聽 盡了 ator 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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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